东方第一批90号已经出顶 作为90后你成认吗 成认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不承认 出顶 我觉得我自己还好吧 我认为我的发质正当年 我们不仅没秃 还可以每天换发型呢 什么是出顶 你看我就发两个 都说90后已经步入中年 由于已经开始养生了 你怎么看待90后养生 我们是少女 不是中年 笑话我们养生 身体是革命的本质 这叫爱自己 我们要做精致的90后 20年之后就先分架了 就在上个月 最后一批90后都已成年 而00后也登上舞台 你有没有感受到 来自00后的威胁 完全没有好吗 完全不存在 00后已经上大学了吗 他们只是初出江湖 真正挑战的威胁的应该是 你没有本事来挑战的话 我们就本事来遇见 作为90后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奋斗 爱港敬业 努力拼滚 要为我们90后争光 是种觉得90后完全还能有老到值得被讨论的状态 我们是90后 我们好着呢 对了 新孟家 新孟家是93年的 93年 我们这个主持小花 原来是有一个真人秀叫做中餐厅 中餐厅 里面勤勤恳恳刷碗的那个碗妹 对 你那天说我贤惠我都有点懵 要勉强自己 是不是把这一辈子的碗都给补回来了 累了 累了 我能回家就已经很不错了 有时候回家都是半夜了 佳佳你平常在家里做事吗 不做事 不做事 有那么坚决啊 连门打得好干脆啊 连地都不沾对不对 地段人背着都背着干脆 对 基本就是在家的时候都躺在床上了 同工啊 这是怎么忘了 对对对 就很懒 那你刷碗的时候内心有埋怨过吗 但是虽然我埋怨 但是还是一边会把这个活默默地干好 把碗刷干净 毕竟有摄像机在那儿 毕竟是个真人秀 不是 因为生活需要锻炼嘛 对吧 总得有个事逼你一下 对吧 我的是网声带 他们笑成这样 这个网声带就是很爱上网的意思 很爱玩手机 然后基本上就是机不离手 除了睡觉的时候 吃饭有这个APP点 然后你这个聊天有微信 然后看新闻有这个各种新闻客户端等等 然后找乐子就是快乐的话有内涵段 对 比如说佳佳你可以一段时间不看见父母亲 或者不看见男朋友 有男朋友 哎 有的事吧 我好像 有人录节目之前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是吗 说我要说 风哥你要照顾到个弟妹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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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这是照顾着吗 这是说这个 龙龙你放心吧啊 这是说 谁 什么啊 你的很坏 我的这个特别精美 谁是CD 这你看那是CD对吧 其实谁是谁 谁的哥 他是个杯垫 他是个杯垫 他写个杯垫 你看 潘苏龙 什么意 他看到猫 Who 不是 啊 我真的很烦 说法天没背识吗 我刚听明白 开玩笑 这个是吃的 是那个巧克力 对 巧克力 别这样 这个 这个送给该送的人吧 一看一看是巧克力 一看是那个CD 其实是巧克力 那汪苏龙为什么那么喜欢高 高腰的裤子呢 他特别喜欢高腰的裤子 这个巧克力你喜欢吗风哥 我还行 可能有一个人会很喜欢 那就下一个吧